让我来领教下阁下的高招 喝了系统给的强化药水 只是力气和速度增加了 先看看我和真正的练家子有多大的差别 三招 我只用三招 第一招 铁山靠 这铁山靠 有点厉害 这小子身体怎么那么硬 普通人被我这练了30年功夫的铁山靠 不死也重伤 他居然单手顶了下来 神龙摆尾 还行 招式不错 就是力道太小 妈的 我不信邪 双龙出海 手起刀落 就这 这就是你摇的人 说三招就三招倒下了 我还没玩过瘾呢 这不是硬渣子 是钢板了 通通都是废物 十三 你一个人武功再高有什么用 我手底下那么多人 车轮战都能累死你 况且你身边还有其他人 你能顾得了他们吗 是谁说他一个人的 我倒是谁呢 原来是百易集团的黄总 你摆那么大的真是想干嘛 十三先生让您久等了 您没事吧 没事 就是有点累了 眼瞎吗 快给十三先生上座 请问哪位是十三先生 我就是 这也太年轻了吧 旁边这个不是 楚风集团的赵总吗 怎么站在他旁边 地上躺的这几个人 是怎么回事 十三先生 我是沙雕酒店的总经理 不好意思 今天我才收到通知说 您收购了沙雕酒店的 所有股份 没得能及时出来迎接您的假店 忘了原谅 没事 我也是请朋友过来吃饭 才想起来这里吃饭 完了 这楚风集团和沙雕酒店的 两位总经理 居然对这个年轻人 如此比恭比敬 这十三的背景 到底有多大 楚风集团也就顶天了 连沙雕酒店 所有股份都是他的 沙雕酒店 全国都有连锁店 市值150亿 说收购就收购 况且我公司的业务 一大半都是为沙雕酒店服务的 喂 黄总 别发呆了 你看怎么车轮战法 十三先生 说笑呢 哪有啥车轮战啊 是小人有眼无珠 不识十三先生 望海亮 叫你儿子过来跪下道歉 爸爸 我 我什么我 还不赶紧去 十三先生 我错了 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放过我吧 不是跟我道歉 而是跟我表妹道歉 李孟儿 对不起 是我不对 我不应该对你动手动脚 对你起歪心思 求求你原谅我吧 太震惊了 这十三的背景果然巨大 估计大到无法想象 那违约金 不用不用 不用违约金 我等一下立马让人送过来 以后李孟儿跟我公司没有任何关系 不用担心 滚吧 十三先生 谢谢您大人有大量 放过我们这一次 以后用得上我们爷俩的尽管吩咐 随叫随到 这大腿如果抱住了 稳得鸭皮 我能看得出来这里的实力 只是他钉山一角 现在手底下的资源还不是很多 暂时先饶过他们吧 行 你们走吧 回去好好管教下你儿子 好的 十三先生 一定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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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嘴 还是